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全身体检的日子,这天李大妈早早来到了医院,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 作为一位刚退休的老人,她一直注重健康,希望能保持一个良好的身体状态。 在做最后一项B超检查时,医生特别仔细地询问了她最近是否有腹痛的症状。 随后,医生提醒她可能存在卵巢囊中,并建议她在下次月经结束后再次进行复查。 复查的前一天,李大妈在家中忙碌地准备着第二天需要的物品。 突然,她的右眼皮开始狂跳不止,李大妈想起了那句流传已久的俗语, 左眼跳财,右眼跳哉,她不禁心中意紧。 难道这真的是在预示着自己明天的检查结果会不好吗? 这个想法让李大妈倍感焦虑,她担心自己是不是患了恶性肿瘤。 整个晚上,她辗转反侧,无法入眠。 第二天一大早,她早早地来到了医院,等待检查结果的公布。 经过漫长的等待,医生终于叫到了李大妈的名字。 她紧张地走进诊室,医生微笑着告诉她, 她的检查结果显示为生理性囊肿,无需进行治疗, 只需要定期随访即可。 听到这个结果,李大妈心中的重担终于落了下来。 一、左眼跳财,右眼跳灾,有科学依据吗? 古代玄学认为,左为贵,右为贱,左眼一直跳动是急躁, 反之是灾难即将来临,其实这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眼皮跳并不是真正的皮肤跳动。 是由于眼轮杂肌和眼瞼矩肌受到神经掌控而收缩, 从而带动表面皮肤跳动,眼皮跳说明了什么? 一、用眼过度,长时间近距离用眼,眼睛太劳累等, 亦造成眼肌疲劳,从而使得肌肉发生静蓝性收缩, 长时间在强光或弱光环境下用眼, 经常玩手机或电脑等,就会造成眼皮跳, 所以应少看电子屏幕。 一、用眼时需保证光线柔和。 二、精神高度紧绷或缺乏睡眠, 情绪高度紧绷,过度疲劳等精神性因素会造成眼皮跳, 使得单侧上眼皮或下眼皮跳动, 这种情况下应多注意休息, 做到劳逸结合,学会释放压力, 每天睡够七至八个小时, 必要时还需在医生指导下服用安神药。 三、所带的眼镜度数不合适。 所带的眼镜度数不合适, 可使得眼部肌肉不由自主的紧绷, 从而导致眼皮跳动。 另外,倒截,眼睛中有异物和散光, 还有远视眼,近视眼以及趋光不正等, 也会造成眼皮跳。 四、长时间眼皮跳,警惕面肌静挛, 面部静挛早期最为常见的症状就是眼角, 下眼肩跳动,跳动没有规律,会反复地出现。 随着病情逐渐发展, 会发展到患策的面部也开始抽搐。 该病发展到后期, 可能会导致患者的面部终日抽搐不停。 无法正常地睁眼, 日常睡眠也会因为眼皮不断抽搐而中断, 部分严重的患者甚至会诱发三叉神经痛发生, 同时伴有患策耳鸣。 眩孕以及听力下降等症状, 严重影响正常生活, 面部静挛多会在中年以后发病。 女性发病人群高于男性, 年龄层主要集中在40至60岁, 也有小部分年轻人在20岁左右会发病。 临床上认为, 面肌静挛的原因与先天发育相关, 失眠、抑郁、激动、饮酒以及受粮等, 也可能会诱发疾病发生。 但这些生活因素更多的是诱因, 主要根源还是在先天性原因上, 所以很难做到针对性的预防, 针对面肌静挛。 目前主要的治疗方案有药物治疗, 注射肉毒素以及手术治疗等, 具体需要根据患者的病情去做出具体调整, 没有统一的治疗方案。 五、眉睫综合征, 两个眼皮同时跳, 单侧眼皮先跳, 再波及到另一侧, 同时伴有眼睛扫痒、 眼睛干涩、 不停地眨眼睛、 眼瞼静挛等, 此症状持续三个月以上, 应高度怀疑眉睫综合征, 此类疾病除了影响美观外, 也会造成呼吸和吞咽困难, 头部由自主地抖动, 不停地耸肩以及斜颈, 以至于生活无法自理。 六、脑血管疾病, 眼皮跳一旦发展到嘴角, 脖子以及面部肌肉也出现跳动时, 一定要警惕可能是颅内, 面部神经出现问题引起, 一些颅内行走神经异常的患者, 会对面部神经根带来刺激, 继而会引起异常症状出现。 二、经常眼皮跳怎么缓解? 一、适当地做眨眼运动, 当眼皮跳动的那一刻。 首先要做的是保持冷静和放松, 此时您可以找一个安静舒适的地方坐下, 轻轻闭上眼睛, 让全身心地放松下来, 接着您可以轻轻地将头部稍微往后仰, 这个动作有助于缓解颈部的紧张感, 同时也为接下来的眨眼运动做好准备。 接下来,您可以开始缓慢地进行眨眼运动。 每次眨眼时, 尽量让眼睛完全闭合, 然后再慢慢睁开。 这样的眨眼动作不仅能够有效地促进 眼部周围的血液循环, 还能够缓解因长时间用眼而产生的疲劳感。 通过反复进行这样的眨眼运动, 您会发现眼皮跳动的症状逐渐得到缓解, 眼睛的疲劳感也得到了有效的舒缓。 二、敷眼睛。 大眼皮跳动频繁, 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时, 尝试用冷热交替敷眼睛的方法来缓解症状。 首先,您需要准备两条干净的毛巾, 一条浸泡在40摄氏度的温水中, 另一条则放在冰块中冷藏。 开始时,将温毛巾轻轻敷在双眼上, 确保毛巾的温度适中, 不会过热。 热敷可以帮助眼部肌肉放松, 促进血液循环, 从而缓解眼皮跳动的症状。 热敷约五分钟后, 将温毛巾取下, 换上冷毛巾进行冷敷。 冷敷可以收缩血管, 减少眼部肿胀和炎症, 进一步舒缓眼部不适, 如此反复进行多次。 每次冷热交替, 敷眼的时间可根据个人情况适当调整。 这种方法通过冷热刺激, 能够有效地缓解眼皮跳动的问题。 同时, 也有助于减轻眼部疲劳。 请注意, 在操作过程中要确保毛巾的卫生和温度适宜。 避免对眼部造成不必要的刺激。 三, 保证充足的休息和睡眠。 随着年龄的增长, 老年人的身体机能逐渐下降, 眼镜也不例外。 因此, 保证充足的休息和睡眠 对于缓解眼镜疲劳至关重要。 老年人应该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 每天保持至少七至八小时的睡眠时间。 在睡前, 尽量避免使用电子设备, 如手机、电视等, 因为这些设备的蓝光会抑制褪黑激素的分泌, 影响睡眠质量。 此外, 老年人可以在睡前进行一些放松的活动, 如听清音乐、 阅读纸至书籍等, 有助于更快进入深度睡眠。 充足的睡眠对于眼睛健康的益处不言而喻, 在睡眠过程中, 眼睛得到了充分的休息和恢复, 有助于缓解眼部疲劳和干涩感。 同时, 睡眠还有助于提高身体免疫力, 减少眼部疾病的发生。 四、减少长时间盯着电子屏幕的时间。 在现代社会, 电子屏幕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然而, 长时间盯着电子屏幕会对眼睛造成极大的负担, 导致眼睛疲劳、 干涩、 视力下降等问题。 对于老年人来说, 他们的眼睛调节能力已经减弱, 更容易受到电子屏幕的伤害。 因此, 老年人应该尽量减少长时间盯着电子屏幕的时间, 在使用电子设备时, 可以遵循。 二十、 二十、 二十。 法则, 即每看屏幕二十分钟, 就抬头看二十英尺, 约六米远的地方二十秒。 这样可以帮助眼睛放松和休息。 此外, 老年人还可以选择使用防蓝光眼镜或者调整屏幕亮度, 对比度等设置来减少对眼睛的伤害。 除了减少使用电子设备的时间外, 老年人还可以尝试一些替代活动来丰富自己的生活。 例如, 他们可以参加社区活动, 阅读纸质书籍, 进行手工艺制作等。 这些活动不仅可以减少眼睛的负担, 还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和社交能力。 五、 调整饮食和生活习惯。 饮食和生活习惯对于眼睛健康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老年人应该注意饮食均衡, 多摄入富含维生素。 C、 益核新等营养素的食物, 如胡萝卜、 菠菜、 柑橘类水果、 坚果等。 这些食物有助于保护眼睛免受自由基的损害, 预防眼部疾病的发生。 此外, 老年人还应该减少饮用咖啡、 茶等刺激性饮品。 这些饮品中的咖啡因和其他成分可能会导致眼部血管扩张, 增加眼部疲劳和干涩感。 相反, 老年人可以适量饮用一些绿茶或菊花茶等具有明目作用的饮品。 六, 管理好压力。 放松心情。 压力是现代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但是过度的压力会对眼睛造成不良影响。 当老年人感到压力时, 他们的身体可能会释放出一些激素, 如皮质唇等。 这些激素会导致眼部血管收缩和眼部疲劳。 因此, 老年人应该学会管理好压力, 通过运动、冥想或者娱乐活动来放松心情。 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 有助于缓解眼部疲劳和干涩感。 冥想则可以帮助老年人放松身心, 减少焦虑和紧张感。 娱乐活动如听音乐、 看电影等也可以让老年人暂时忘记烦恼, 享受轻松愉快的时光, 通过这些方法, 老年人可以更好地管理自己的压力, 减少眼部疲劳的发生。 同时, 这些方法也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温馨提示, 眼皮偶尔跳动是正常的生理现象, 无需过度解读。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眼皮偶尔的跳动是一种常见的现象, 它通常是由生理性因素引起的, 不必过分紧张或担忧。 当眼皮跳动时, 很多人可能会立即联想到各种疾病或不良预兆, 但实际上, 这种短暂的眼皮跳动往往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反应。 首先, 我们要明白眼皮跳动的原因。 通常, 眼皮跳动是由于眼部肌肉的不自主收缩导致的。 这种收缩可能由多种因素引起, 如疲劳、压力、 缺乏睡眠、 过度用眼等。 当我们的身体处于这些状态时, 眼部肌肉可能会因为疲劳或紧张而出现不自主的跳动。 其次, 我们要明白眼皮跳动的性质。 一般来说, 眼皮跳动是短暂的, 间歇性的, 并且通常不会伴随其他明显的症状。 如果眼皮跳动只是偶尔出现, 并且没有其他不适的感觉, 那么它很可能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 不必过分关注。 然而, 如果眼皮跳动频繁出现, 或者持续时间较长, 甚至伴随着疼痛、 红肿等其他症状, 那么就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了。 这可能是眼部疾病或其他身体疾病的信号, 需要及时就医检查, 以便排除疾病的可能性。 因此, 当我们遇到眼皮跳动的情况时, 首先要保持冷静, 不要过度解毒。 如果眼皮跳动只是偶尔出现, 并且没有其他不适的感觉, 那么我们可以尝试通过减轻生活压力, 保持规律作息, 避免过度用眼等方法来缓解症状。 如果眼皮跳动频繁出现或伴有其他症状, 那么就需要及时就医检查, 以便得到专业的诊断和治疗。